来看到这起惊险车祸 72岁赖姓男子开冰市车 行经苗栗式的郁青路 不明原因撞击路边车辆之后 整台车四轮朝天翻覆在路中央 驾驶也受困其中 附近民众赶紧上前帮忙 最后是驾驶自己爬出来 直呼头晕腰也痛 幸好没有大碍 路口监视器拍到冰市车开在路上 却越开越偏 直接撞击停在路边的车辆 车子呼不住 四脚朝天翻覆在路中间 逆致监视器拍到这惊险瞬间 车子冲到镜头内 翻覆发出巨响 附近民众吓坏了 赶紧出来看状况 驾驶困在车内 马路车来车往 民众帮忙阻挡来车 开车门 最后他自己爬出来 直说头晕 身体没有明显受伤 被那个玻璃那边压走 然后把他前面的上楼拨看 18在7号上午10点多 72岁赖姓男子开车在苗栗式郁青路 不明原因撞击路边 停车后 车子四脚朝天 翻覆在路中间 整个左后侧都毁了 都毁了 一半都毁了 被撞车主接到通知 看到爱车有一半被撞毁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冰市车撞上路边停车 再往前推撞一台 车子四脚朝天翻覆路中 驾驶没有酒驾 详细的车会原因 还要进一步理清 记者张鑫杰 苗栗报道